我们的美城市也是这样 美城啊 我们的美城市也是这样 我们这次的吉祥乐在我们佛教徒里面讲吉祥乐是好的 就是那个我们的释迦玛尼佛当时就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时候 是在印度是宇宙的时候 宇宙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在森林啊 还是在比较郊野的地方 他们就是就是在里面休息嘛 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宇宙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他的弟子全部会去接上出来 他们不要在森林里走动 因为走动的话就会脚会大方的是昆虫会出来 下一个核会冲出来 所以他们就会紧接上脱坡就是拿他们的那个碗 就去每一个街敲门 然后就他们就会供养 供养佛陀佛跟他的弟子 他们就会进去他的家里跟他们说话 所以在这一个影迹的时候 就是很多师父会出去去脱坡 所以这个脱坡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 如果是供养师父就已经会进去说话 所以在佛教徒里面讲吉祥乐是一个很好的 也是吉祥乐 所以我们每次在这个吉祥乐的时候我们会做宣导 就宣导就请大家说不要烧金子 因为环保的关系 不要烧紫钱 然后把买紫钱的那个钱省下来 可以去帮助别人 然后帮助别人的时候又可以放爸爸妈妈 往生的爸爸妈妈的名字或者是家人的名字 然后去做好事 这样会更好过烧金子然后会不环保 所以那我们上人他最觉得这么多年来 整个十年来做宣导很多地方都有 可是我们释迦摩尼佛生出来的地方就是蓝饼 蓝饼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跟他成佛的地方是菩提佳乙 就是那个菩提树的那个菩提佳乙 这两个地方都很贫穷 那边的人都很贫穷 有的偏远的地方比较干风的地方 甚至就好像释迦摩尼佛2500年前 看到的那种这样辛苦的地方 所以我们释迦法师他就说 希望这两个地方都有职机在那边 创办职机然后帮助那边的人 带更多的出来的职机 这样子都可以改变翻转他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好像这个募款给蓝饼 马来西亚的职机人已经在兰比尼 新加坡的职机人是在菩提佳乙 他们是总协调 coordinator的意思 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职机人 会去那边带动当地的人 来帮助他们 所以这一次的话 在兰比尼我们想募款500家这个政策 政策属于文殉 然后所以的话 500家政策是让那边在兰比尼的时候 职机人教他们怎样衬衣服 教他们红衣服做外快 这样子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募款呢 就是会全全捐到兰比尼 每一个做是1013 1013就是一人一散的意思 然后这一 前面会去到那边 然后我们志工感恩 这样多的付出来捐这个全去到兰比尼 所以我们这些 大家今天的用餐的所有的开销就是expenses 都是志工跟大家结缘的 就是志工自己套药包结缘 全部都是自己研发出来了 所以全部用原料 我们是原料没有数量 因为有的是我们的进食产品 然后我有的是去改良 好像browney做出来的效果 跟刺起来可能很快就融化 所以我就在想要怎样做 然后没才会融化 这样就一个构思了 这一个构思 因为师姐在这个烹饪 几十年了 就一定是很厉害的 还好啦在学习当中 就是这个四号啦 你比较喜欢烹饪啦 对对对 因为我喜欢烹饪啦 所以都每样东西 事实上不是马上就可以成功的 最少要做肯定食 非常的棒 谢谢师姐 感恩大家感恩 感恩大家感恩